刚刚做完这一列就是只有新北市 我现在呢我会希望他做完新北市要做台中市 台中市做完做高雄市 以此类推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必须要怎么样呢 在这边开发人员聚集 我再次的修改我的户数收集 然后点选编辑 因为在这边我只能执行一个线市 那主要第二个线市第三个线市第四个线市 是不是要在这个地方去产生改变 也就是说 Sales等于说是123变到133 143 153 所以我要写一个变数去改这个12 好所以在这个地方为了要连续做完 所以呢我付回圈写在这边 付i等于从12开始到到多少 你要加22减1 12加22减1这是多少 因为这是一定是固定值 为什么加22是22个线市 所以12加22等于34 34减去1 33 好所以到33 然后接下来呢 然后接下来呢 step是1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值改成i了 这个sales里面的改成i 很棒的地方是你不用再去把它拆分了 不用去把它拆分 什么前面是文字后面是什么 不用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是不是那一列做完 要做到这个地方 放一个什么 next i 那可是这样子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哦 就是说 您看一下这样子对吗 就是说 我虽然写了一个过回圈嘛 来去执行 就是让它要从那个 c12跑到c13跑 来去分别来去查找 可是呢 我们是不是一刚开始 应该每一次我们都要回到什么 回到第一件事情 应该是要到哪一张工作表 否则的话哦 当你在第二次执行的时候呢 优标是落在list那张工作表吗 不是嘛 所以呢 我们是不是每一次都必须 从哪一张工作表开心 应该是从list这张工作表开始 就是我每一次我一刚开始 我应该是切换到这张工作表 切换到这张工作表 我来重新执行一次好了 让我们去理解 为什么这边必须要多写这一行 因为您看一下哦 这边我就先删掉咯 这边我先删掉 list 我一刚开始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开始 开发人员聚集 然后户数收集 逐步执行 那首先呢 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我就直接点F8 这个Visio Basic 这里面我们就点F8 来逐步执行 接下来呢 他就收集到一个变数 i等于12 就是现在i等于12 接下来他就跳到什么 跳到这张工作表 本来没有哦 因为本来第一次我一定在这边嘛 好然后接下来呢 好然后接下来呢 到了这张工作表 他会因为游标 我是落在这张工作表的D12 他就去做超联级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地方是不是 他要直接跳到民国100年 那张工作表F8 现在跳过来100年哦 接下来他是不是要去搜寻 搜寻什么呢 搜寻新北市 因为第一格是新北市 他就去寻找 找到新北市了 找到新北市之后呢 是不是要右边移到两格去选举起来 跟什么 到这一格去选举之类 反正就有几格去选 好F8 他选到了这几格 这边都是选哦 诶 这边是不是就错了 他怎么会选到这一个 好等一下我们再去看 那个格子有没有选对 F8 好然后接下来 是不是要去做复制 所以他就把刚刚选到那几格复制 然后接下来这边 这边是不是要跳 跳到total这张工作表F8 这边跳到total这张工作表F8 然后是不是就把 刚刚选到那四个词贴过来 F8 接下来是不是往下降一格 Next i 这个时候呢 i会跳到下一个 刚刚是i等于12 现在i等于13 现在i等于13 然后可是 是不是要先跳回去 跳回去这张工作表 最前面有一个list工作表 所以这边我必须要加写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 不然他不会跳回去 你看F8 他是不是又跳回去在这个地方 重新再跑一次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 等一下我再去看那四个有没有选对 你看 是不是就抓到另外台中市的那四个 好 那当然啦 我现在就从头到尾去做一遍了 然后删掉 list 我现在来去执行 刚刚我做的这个户数收集 户数收集 执行 你看一下 这样子是不是直接一口气 就把整个一百年 二十二个县市的所有 低收入户 户数资料 全部都收集好 这样是不是很好的一件事 希望我们一起来创造 更好的优质工作方法 提升工作效率 唯有靠什么 办公室自动化 那清门先改一下 清门先改一下 清门先改一下 改写 变成一个可以连续执行二十六的县市 的资料收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